哈喽大家好,阿廷女技 咱们房车自驾华游全国云南站第三天 这就是咱们昨天在卢谷谷的驻车位置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啊 大家早点好,我们起床了 这绝美的景色没谁了吧 漂亮,人间仙境 卢谷 这简直就是把房车停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当中 我们都是画里面的人和小狗 那边远处的雪山,看到没有 昨天还没有什么雪的,经过了一夜吧 昨天晚上特别特别冷 因为我旁边都是床车啊 我边上都有好几张床车在睡觉 我晚上不敢开产暖 所以说这一晚上睡得贼冷 我怕开产暖吵到别人了 所以一晚上就没开 好美啊 然后是 然后是这个角度的 歌母女神山 好烫啊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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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啊 冷一点冷一点 烫水 烫好烫好烫好烫 烫好烫好烫 舒的舒的 看今天的阳光好吧 这一抱 在这种高海拔地方 又干海拔又高 每天早上新鼻涕的时候 鼻涕里面都会带一点血丝 吸动 停在这里最好的就是 边上就是草坪 野生的草坪 樱藏上厕所比较方便 但是就是这个草里面 有很多种子 每次上完厕所 毛上都是全种子 我只要搞半天 早饭 康师傅 红烧牛肉面 然后看一下电视剧 也不知道是流浪狗还是什么狗 应该不是流浪狗吧 这么干净 不过已经饿了好多 不过挺瘦的 拿了点樱桃的狗来给它吃 应该不是流浪狗吧 这么干净 应该是当地的 我跟它还蛮饿的 我再给它拿点 再给它拿点 再给它拿点 反正你吃不掉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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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饿吗 还是个母狗 还是个怀孕的母狗 应该是刚生完小孩 你看 它的乳房都有点搭了下来 饿得很 饿多久了 真的很瘦 我再给它弄拿点 你别叫了 你别叫了 把樱桃的这盘给它吃吧 全倒给它 你有这么饿吗 有这么饿吗 好嘞 这么多吃下去应该差不多了 也不能吃太多 让你不吃 干嘛 有这么生气吗 好了吧 玩一玩 那很生气 你看这狗是刚生过小孩的 应该是 好了 走了 带上去溜了 说到魔朔祖 其实在阿婷的了解里面 魔朔祖就蛮神秘的 走婚 神秘的母系社会 以母为尊 女人能长一整遍天 魔朔祖 魔朔祖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四川省交界的 如故湖畔 就是在这里 魔朔祖最有特点的就是母系社会 魔朔祖被称为中国最后的母系社会 在魔朔祖的家庭当中呢 女性地位比较高 家族以母系为纽带 尊女宠母 它里面最有特点的一个呢 就是走婚制度 男不娶 女不嫁 男女双方通过走婚的形式 来维持感情和生育后代 然后这个魔朔祖的家庭呢 它通常是有 祖母母亲女儿和儿子 老公是不在的啊 老公是不存在的啊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共同生活劳动 女性负责家庭的主要事物 如抚养子女啊 抚养子女管理家庭财产 等于说就是女性主导 我前段时间听到呢 听一个朋友跟我讲 说你们去魔朔祖 这边当地这里 你们如果去魔朔祖 当地那边去旅游 人家魔朔祖家门口有一朵 就是种了很多花花 种了 有种了很多花的 就是最漂亮 最鲜艳的那一朵 你可千万不要去采啊 你万一把那 你万一把那朵 最漂亮的花给它采了 你有老婆 有老婆的你都得回去离婚 然后跟 跟他这边的女儿结婚 就是这么霸道 所以说 不过我这个也是听说啊 我这个也是听说 我不知道对不对 放晚了 今天打死不自己做饭了 自己做饭做到半夜 今天我给你到去外面吃 找了在路边的餐厅 被老奶奶招呼进来了 盯着菜 一个人能吃啥呢 冰冰菜就好了 就可以吃烤肉啊 吃炒菜啊 点三个菜 所以一个人只能吃些面啊 什么米粉这些东西 今日份晚餐 去餐厅 打包的 回锅肉干饭 我尝一下 看着 看着还不错 看着真的还不错 我还给我加了土豆 嗯 土豆好吃 花锅肉 对 你看着 看着 看样子 还行啊 切得晶莹剔透了 董事 有轻微鲜水的故事 或是切的片子会热 是不是要拉手 要做什么时候想要做 阿手 你不要不说 林小姐 是在关心吗 林小姐 您进一步 阿手有什么说话 就是想想带来 带你去溜溜 回来就睡觉 我剪视频就睡觉 还是做一只 还是做一只小狗舒服 一天一天呢就是 吃了睡 睡了吃 走 吸一口 吸一口 好